全球发展半导体带来经济效益还有废弃问题 我们要带你直集全台第一座废弃处理设备生产线 背后灵魂人物总经理吴宗学是如何从半导体老将 化身为全台废弃处理设备龙头 一起来了解 全球扩充半导体产能带来经济效益 但也制造大量的废弃物 其中包含废弃问题 不是性能讲的酸减性气体 剧毒的氢化物气体 还有一个就会造成温室效应的含火气体 半导体制成会产生多少废弃 从数据推估 一台废弃处理机约处理100公升废弃 假设一天运转20小时 约排放120立方公尺废弃 一个半导体厂有1000台 等于一天排放约12万立方公尺废弃 活离子的排放浓度1000 根本不管大概100个ppm的排放浓度 法规就开始定定到两个ppm以下 我从100ppm要当到两个ppm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经过很多人的努力 终于可以打得到 那么这些废弃该如何处理呢 带领直级全台第一座半导体废弃处理生产线 废弃处理设备的核心段 选用耐普时的镍合金 以焊接最高工艺的鱼灵焊 来雕琢衔衔接口 配合客户半导体制程达到pm2.5标准 吴宗学成功开发 先进制程使用的废弃处理设备 做到两纳米三纳米的话 你的粉纯颗粒粒粒一定要小于2.5以下 非常大的一个门槛 我花了两年用超音波奥流体的技术 我们现在都可以达到90几个% 所以他就下了很大的单子给我们 原始半导体老将的吴宗学 会踏入废弃处理设备领域 是35年前的一个疑问 有一天我下班 我发现奇怪 我车子上面怎么烤漆 然后一个洞一个洞 那一看就知道被酸性气力腐蚀掉的 吴宗学累积超过30年经验 有多项专利 研发五大类处理设备 包括电浆 燃烧 电热水洗 纯水洗及吸附处处煤 重视研发的他 常年旅工研院 核研所 交大 城大等 多间研究机构及大学合作 曾开发出臭氧处煤的复氧碳材技术 进一步应用在空气处理设备 踏入衣材领域 重点都是一样 你测量处理不能直接排放 不能泄露 不然都会对人体的伤害 希望将来能够跨出 这医疗器材领域的设备 继续开放 73岁的吴宗学 以诚信的新颖理念 获得台湾半导体 面板等指标大厂青睐 下一步将扩大本图 贴近民众生活